俗话说的好 法网会挥疏而不漏 今年来 闻完古董热销 悄然兴起 但如何正确的鉴定和拍卖 自己手中的宝贝却是大多收藏爱好者 不擅长 甚至是不了解的 这也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心 今年三月份 熊先生想要出售古丸 在网上找到一家公司 对方说已经找好了卖家 并且熊先生的古丸能够卖一百多万元 而之后发生的一切却让熊先生 调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今年十月份我们接到了被害人熊先生的报警 称在我辖区内辽宁文德拍卖公司 被诈骗了两万三千八百元 我们立案侦查后发现还有很多受骗人 和熊先生的受骗经历高度相似 我们湖南分局意识到 这是一起专业的诈骗团伙 于是我们成立了以刑决禁毒大队为主的专案组 对辽宁文德公司开展了调查 民警调查发现 为实施诈骗 该团伙先后成立了辽宁中博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文德拍卖公司 山西前盛拍卖有限公司 共有五百余名群众上当受骗 被害人遍及全国二十九个省份 诈骗金额达一千二百二十四万余元 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后 专案组缤纷两路展开收网 11月2日 第一路抓捕组在山西省太原市 小店区某商煞前盛拍卖有限公司 将主犯 龚某 王某等21名团伙成员 抓捕并压卸回审 同时 另一抓捕组奔赴辽宁省丹东市 朝阳市等地 将该团伙其他13名成员悉数抓捕归案 整个案件中 诈骗团伙正是抓住了受害人的心理 先以虚高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买家报价 调住受害人的胃口 让受害者以为自己能够大赚一笔 然后让受害人签约时 公司布置豪华 并且有诸多仿真藏品 服务人员也显得非常懂行 最后 当收取受害人服务费用后 先采用拖的战术 半年之后拉黑微信 随后转战到下一个城市继续行骗 目前 龚某 王某等34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诈骗犯罪 已被魂南分局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